《超強颱風山竹》9月雜港 海水氾濫將大量塑膠廢料衝上杏花村 這幕就好像大自然對人類說 不要再製造蠟燭了 有環保團體舉辦10噸膠樽回收大行動 由即日到明年4月1日 在全港多區設置膠收教育站和膠樽回收點 目標是回收10噸 即是超過60萬個廢氣膠樽 尤其望接觸不同年齡層的市民 由膠肉接手 令他們踏出環保第一步 看看底部 例如飲品瓶的底部 我們想將膠樽變成有用的產品 讓市民知道膠樽可以循環再製造 循環再製造什麼呢 就是用來做布料、沙扇 或者一些產品 例如遮蔽、袋子、帽子的產品 就可以進入回收箱 乾淨、循環 要數最重要的一步 不得不提就是正確回收膠樽的步驟 第一步應該先將飲料飲完 然後以清水沖洗乾淨 再將膠樽壓扁 之後關上瓶蓋 最後才將膠樽投入回收箱 乾淨回收是香港市民上欠教育的一個環節 因為如果膠樽回收做不到乾淨回收這一部分 令到那個回收箱裏面的膠樽都不可以重複再製造 因為裡面有液體、污染物 整個箱裏面的膠樽都要放去堆電區 而回收不到 活動的另一個重點是這個回收站 介紹不同的塑膠分類 由追薄的飲品膠樽去到較硬的工業用膠筒 市民要將不同種類的塑膠放入合適的回收箱 才可以做到有效回收 東網記者陳明仲